今天我們要做的是韭菜炒銀芽 那這個是買回來的豆芽菜 它根部的部分我都先把它處理過 先把它摘掉了 那整個摘完之後記得把它清洗乾淨 那我們就可以來準備其他的食材 首先我會將木耳切絲 木耳的話我們可以在市場買新鮮的 那也可以如果是比如說在國外的人 買不到這種新鮮木耳 可以買乾木耳然後把它泡水 接著紅蘿蔔去皮然後刨絲 然後我會把韭菜切一段一段的 素火腿切絲這個是提味用的 所以切適量就可以了 那薑先切片切絲之後最後把它切成薑末 這個薑末是最後整道菜炒好之後 要放在它的菜的最上面做提味用的 那準備兩朵香菇也是把它切絲 那我將來切絲 這個部分一樣可以用新鮮香菇 也可以用乾香菇泡水 打兩顆雞蛋 把雞蛋打散之後放在一旁備用 接著我們就要準備來開火 首先先熱鍋 然後加少許的油 那因為我現在是要先煎蛋皮 所以我會用刷子把這個油抹開 那我只是要薄薄的一層 所以如果有多餘的油 我會用廚房紙巾 把這多餘的油擦掉 因為如果鍋底的油太多 等一下我們在煎蛋皮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煎得很漂亮 蛋液倒入之後 就均勻的稍微搖晃 讓蛋液平鋪在底部 底部熟了之後 我們就翻面 再把它稍微煎一下 就是兩面都把它煎熟 那蛋就放在一旁備用 接著我們用另外一個乾淨的鍋 熱鍋加油 然後倒入香菇把它炒出香氣 麵 撕 拌炒 那基本上像這種菜 因為它幾乎所有菜的形狀都是把它切成這種 絲狀 長條狀 所以我在炒的過程 我是比較喜歡用筷子 下去攪拌 接著倒入紅蘿蔔絲 倒入木耳絲 把它整個攪拌均勻 倒入少許的水 幫助後來倒入的紅蘿蔔跟木耳熟成 接著倒入韭菜段 那把它整個翻炒均勻 最後倒入豆芽菜 那基本上我準備的料也幾乎都已經倒進去了 那我們就仔細的把它翻炒均勻 那整個都炒熟之後最後倒入蛋絲 這個蛋絲是我剛剛煎好的這個蛋皮捲起來 然後把它切作長條狀 那这个部分我没有特别录一个影片 那所以我用说明的 那整个拌炒均匀之后 起锅之前我要先来调味 那我就依序会加入盐 香菇粉跟黑胡椒粉 去做调味 那调味的多寡 基本上也是依照个人的口味 下去做一点增减 所有调味料都倒进去之后 我们就仔细的再把它翻炒均匀 避免调味料的味道都集中在 菜的某一个地方 整个拌炒均匀之后 我们就准备要来起锅 把炒好的菜放在盘子里 最后在顶部倒入我们刚刚切的姜末 那我会另外用一个干净的锅 煮一些油 那这个油大概就是准备 两三汤匙小汤匙 那我要把它加热到一个程度 我会丢一点点的姜末下去测试油温 那像影片中这样子丢进去的姜末 它马上会冒泡泡 就表示油温够热了 那我就把这个油淋在 刚刚的这个豆芽菜的姜末上面 这样就完成咯 然后切成的肥菜 然后切成的肥菜 然后切成了 那下个小汤匙 的颜色 然后切成了 在咯 也加了 那种 就完成了 以这个